第二题 数线上AB两点所表示的数分别是小A跟小B 而且ABB小 A-B的绝对值等于9 好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A-B的绝对值等于9 事实上这个绝对值 它的意思就是说 AB两点之间的距离 A-B的绝对值代表数线上AB两点之间的距离是9 好,那题目又说了 又说A小于B 在数线上比较小的数字是靠左边 比较大的数字是靠右边 所以我们就知道是A点在B的左边 也就是A点代表数字比较小的意思 A在B的左边 那我们现在呢 来稍微画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位置的图 假设呢 这是一个数线 A点代表数字是A A点在左边 B点在右边 然后呢 AB两点之间的距离 等于9 好 现在呢 他说呢 如果从A点呢 向右 移动三个单位 到达C点 从这个A点的地方 向右 移动 三个单位 三个单位 到达这个C点 则B、C两点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那这题就太容易了 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B、C两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怎么算呢 全部的距离是9 扣掉往右移动三个 所以就变成 9-3等于6 B、C两点的距离 就等于6 答案选B 这个选项